搖起黃澄澄的玉米濃湯卻出現黑黑的身影 仔細一看原來是扶著一隻大壁虎 嚇得消費者瞬間沒了食慾 我就看到那家路邊湯去買 我喝了三次,大概四五口吧 才發現裡面怎麼有一隻壁虎 第一次有吐,因為真的太噁心了,受不了 消費者控訴20號中午到高雄一家湯包店外帶 玉米濃湯有一隻完整大壁虎分享在社群平台 週末店家沒營業,業者特地跑一趟澄清 湯鍋都有附上蓋子防止衣物掉入 也沒有收到消費者的抱怨,懷疑是故意抹黑 不僅如此,影片上消費者的湯碗和店家現有的比較 华文樣式完全不同,更讓業者打上大問號 雖然消費者表示不跟店家反應是怕業者想賠錢了事 儘管沒通報,但衛生局將主動介入 會議既定作業程序,派員機場,目前作業中 到底大壁虎是不是出自店家產品 業者提出質疑,認為商譽受損,考慮提高 這樣就不會有回損名譽那些問題存在 打界人士表示,只要消費者遇到食安問題 有拍照錄影留存,寄好消費的金額與地點 再向第三方,也就是衛生局檢舉 有憑有據就不會有損害店家名譽問題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